今年的端午节虽然有三天连续假期 但是交通部评估高速公路的车流量不至于太大 所以计划打破惯例 不实施夜间暂停收费 如果走这个国道一号从台北到高雄 小客车来回就要付720元的过路费 以前很多驾驶人为了省钱 就专门挑半夜的时段上路 现在一旦夜间也要收费的话 很多人担心车流恐怕会挤在白天 造成国道大塞车 以往碰上三天连续假期 国道都会实施凌晨0点到上午7点暂停收费 让民众可以在离风时间上路分散车流 但是即将到来的6月4日到6日 三天端午节连续假期 交通部计划国道全天收费 民众都担心恐怕会大塞车 应该要跟以往一样吧 就是不收费这样 比较 比较不会塞车啦 我觉得不太合理吧 应该不用收吧 因为国道应该不缺钱吧 交通部表示主要是因为评估 端午节三天廉价 因为接近暑假 预估单日最高流量 不会超过两百二十万辆次 跟平常周休二日差不多 所以才会计划取消免收费 计划这三天疏导措施 只有匝道医控管制和开放路间 根据以往连续假期 车次来推估三天廉价 到月会有九十万人次利用免收费 时段上路 而以国道一号为例 如果从台北到高雄 小客车来回要付七百二十元过路费 一旦取消连续假期免收费 会不会导致白天大塞车 交通部表示这两天会做出最后评估 再决定 记者学家郭峻林台报道